汪明泉和罗嘉英的剧团 将会在下个月进行两个剧目 一共十一场的戏曲演出 这日他们带着情侣颈巾出席剧团记者会 汪亚姐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她都会担心自己对演出有心无力 所以现在的心愿只是每年至少公开演出一次 而嘉英哥就坦然自己最近有点不舒服 真的要休息很重要 最近又有一些身体有点不舒服 多多事希望导演出的时间没什么 阿姜会否多点照顾嘉英哥 我要照顾我自己多点 他知道自己怎样做 有时他不乖 又不休息 看电视看得好东西 看得天亮 我哪里看得天亮 你看得天亮而已 那天你去整六点才睡觉 那你那天也是 其实我们一起播个韩剧 有一天 看剧都是一个大不共同的演出 不是 那个话好看就没看 从未试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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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看到天亮 这天宣传的戏曲节目 早前受到疫情影响 而要延期大半年 接下来终于有得演出 汪娅姐也很希望得到一众剧迷的支持 因为疫症 很多各行各业都影响了 当然我们应该是年初就做的 一路退一路退 我说不如退到年底吧 那又保险一点 那现在在圣诞节期间差不多 谢谢大家 当年郁文庭 日月天同兴的日子一起开心一下 那些是 圣诞我想很多假期 那希望那些人都进来 进一场 有很多场是做善事的 那希望你们都支持一下 不得了